西方国家对俄罗斯才听说已经上万项 有把俄罗斯打垮 西方国家这一方面是蛮伪君子 蛮虚伪的 有一项金属他们都没有进 就是泰 在这一次的这个俄乌战争里面 各种制裁手段充分显示他们自私自利的一个做法 男生死光了 现在招女生 人家俄罗斯他是占沙场老将老兵在那边 然后这些都是炮灰上来 他们在往都不知道 可能会造成非常大的战损 那就是变成炮灰 起战容易 中战难 乌克兰他完全没有中战之道 我们看到这次乌克兰除了早上外援 就刚刚大使帮我们特别提到这个乌克兰来 德国来做帮忙之外 我们看到俄罗斯接下来 他又自己会做了哪一些的准备 还有乌克兰方面又做了哪一些准备 我们刚刚一开始就提到乌克兰现在军方眼里了 未来是说要加入妇女一起来参军 其实大家还记得吧 这个几个礼拜前 泽伦斯基他才刚刚签署新动员法 这个法将入伍的年龄本来是27岁 一口气降到25岁 然后说要新增50万名新兵入伍 现在又要再加入女精 女军 乌克兰的武装部队的总司令 这位是塞尔斯基他也透露说 俄军领导城现在甚至都已经定出期限了 我们来看到在5月9号这一天 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夺取在盾内茨克州的一个行政中心 乌军我们可以看到持续的喊要征兵 为何都无法延缓现在俄军的攻势 他一直喊说要出兵 难道是这个新战已经被看破了吗 严廷将军 我们可以知道这一次乌克兰战争 他就算是动员这些动员50万也好 因为动员完毕真的要整编 整编要训练 训练要操作武器火炮装备 才能够发挥火力 这个成熟之后才能够送上火线去作战 那他这个都要时间的 那如果没有经过这些训练整编的这些 相关的程序送到火炮 那这炮灰 人家俄罗斯他是占沙场老将老兵在那边 然后这些都是炮灰上来 武器操作他不兼熟 怎么样在这个状况该什么样该扶的时候 该什么该扶起这个时候该发扬火力 他没办法掌握 什么时候该掩护 什么时候该发扬火力 他能够掌握得住吗 他这样我们都不知道 他像送上战场上发挥的战力非常有限 可能会造成非常大的战损 那就是变成炮灰了 而且我们来看 按照整个国防工业潜力 俄罗斯的他的军火不断的在自己的生产 加班赶工出来 那托沙斯伊他一直要西方的 他又给他爱国者 赶紧给他火炮 赶紧给他飞弹 这样子 这个俄罗斯战争潜力 就什么国防工业潜力 是一直还在持续的 保持这个持阴保态 但是乌克兰没有 而且果然是新兵 新兵再加上像他要武器 你的整个的战争潜力是没有的 那俄罗斯不一样 俄罗斯的话气定神弦 他打的话 他现在还有一些游刃有余 变成整个作战节奏 是掌握在俄罗斯的手上 那变成整个的乌克兰 他陷于被动的态势 这是被动态势非常不利的 他不要说是招50万 他就算招80万的新兵 问题是他不会操作武器 这些都要有时间 一分训练才有一分战力 你没有训练把它送到战场 那是没有战力的 那只能算人头 没有战力 是这个样子 那这样的话不是死更多 你看他现在 男生死光了 现在招女生 女生死光是国家在哪里 因为将来的时候 战争中有结束的一天 这些女生是要生小孩的 你女生都没有 将来怎么生小孩 那现在人已经走了 都暂时杀场了 女生要生小孩 女生也没了 那国家整个不是 整个断层断带 这个带通通没有了 年轻人通通没有了 那老年人 老年人没办法生产 所以他现在把女生都招进来 我认为这在国运 我们讲的 整个国运投进去了 所以我认为 他的期望值跟他的能力 是天差 天壤之别 你的期望值 跟他的实力 不能有太大的差距 太大落差 但是我们讲到起战容易 中战难 这个一战打起来的时候 乌克兰他完全没有中战知道 到底我们今天做任何投资 我们只要停损 你要停损的时候 这个风险管控 不通风险管控住 他没有风险管控 没有停损 没有战争的停损 那要无尽的投下去 那整个国家 国脉民命不是都没有了 所以他认为 这个战争下来 不是考试战争的胜败 要考上战争后的国运走向 是怎么样 很重要 所以教宗方基哥有讲 方基哥说 请勇敢的举出白旗 走向谈判桌 因为赶快把停损 方基哥的意思 并不是说给乌克兰泄气 而是说赶快把握停损 你如果不再没有停损 停损继续消耗 那将来反而得不偿失 这个洞越来越大 那不是更 更限于战略状况 极不烈的态势吗 所以他认为 整个态势发展来看 对乌克兰是不利的 是 回家老师没有中战吗 我觉得其实他一直要强力去征兵 但代表是乌克兰现在要做 长期战跟消耗战 那当然刚刚这个将军也提到过 据说你持续的去 包括去征兵 去尤其是女性来 那当然这数量增加 其实是很难改变 现在战争的一个现状 是很难去改变 那唯一的怎么样 第一个他可能要国际合作 国际合作包括北约 包括美国的支持 那当然还要 加上他的装备要改善 你看这个乌克兰 这个俄罗斯 他在整个一个装备 还有他的这个战略上都非常灵活 一直有加班等等这些 那等同是你乌克兰要跟他做 长久战跟消耗战 你可能必须要做了一个准备 那当然 包括刚刚讲到一个心理的问题 现在心理战也非常重要 尤其认识作战 因为我觉得这个无形的战力 才是战场的关键要素 其实要应该此时此刻也要去 强化乌克兰 他们的这个战场 这个士兵官兵的一个士气 然后第一个也要让他们 敢于作战勇于作战 那当然还有就包括这个认知 这个信息的操作 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样才能够 对内能够激发军民的士气 对外能够争取到国际的一个支持 跟一个合作 好 接下来我们来关心完军武 我们来看看 现在英美又在持续联手 要再增加对俄罗斯的制裁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 他们看准到了这个重金属的交易 我们来看到画面上 伦敦金属交易所 已经被要求要禁止交易俄罗斯 它所新供应的铝 还有铜跟镍这些新的金属 先前我们特别介绍说 欧盟制裁新疆免 结果我们现在看到 德国的军火大厂 缺少了活药免 就做不出炮弹了 这一次禁止是来自于俄罗斯的 包括吕通涅 能够立刻就找到一些替代的方案吗 大使怎么看 我想应该都是西方国家 已经找到替代方案 它才会禁 它如果没有讨到替代方案的话 它不会禁 所以这个是很现实的 那不过你可以看俄罗斯 但是它的这个铝天桶 它总价 它年出口额 2023年也不过150亿美元 其实量不是很大 你禁的话就是说 其他国家会不会受影响 其实以俄罗斯在这个三个金属的 在全球的产量来讲 占比也不是那么高的 那150亿就能够动摇俄罗斯的经济 我觉得也未必 那么西方国家对俄罗斯 才听说已经上万项 上万项 可是有把俄罗斯打垮吗 也没有打垮 对不对 那有把俄罗斯经济彻底弄垮吗 也没有 不过我觉得西方国家这一方面是 蛮怎么样 蛮伪君子 蛮虚伪的 有一项金属 它们都没有 都没有 都没有 就是钛 钛 钛 这一项金属 事实上是飞机上面要使用的 德国 这个俄罗斯是大宗 所以我觉得这个 美国其实还有西方国家 在这一次的这个俄乌战争里面 各种制裁手段充分显示他们这个自私自利的一个做法 那也是美国在国际影响力 大家对美国信任力快速下滑的很重要一个原因 是同样一个问题 我想继续请教将军 如何看现在西方国家对于俄罗斯的制裁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俄罗斯的经济上 去年反而GDP还是成长的 好像没有受到什么太大的影响 您如何看又这一回又限制的更多的这些金属原料 能够找到替代方案吗 您如何看 我认为因为俄罗斯他们有受到影响 是因为俄罗斯是原料供应国 大家都需要原料 包括石油 包括天然气 包括矿产 甚至包括古物 粮食 俄罗斯也是输出国家 那变成这样 那这些东西没办法做替代 那大家都需要这些 如果这些没有这些的话 那会有相关的就是工业会造成停顿 没有这些原料会造成停顿 当然这个我们叫北大西洋工业组织 西方国家对俄罗斯 它有做经济上的制裁 没有错 但是问题是 那其他国家像印度就拼命买 印度买的价格还是有低于市价的三分之一 北韩也在买 大家说那你不买 那其他国家买 其他国家捡到赚到 换句话说那对俄罗斯来看 俄罗斯还是有这些市场嘛 没有影响嘛 所以俄罗斯在这一方面 那不送美元交易 那没办法收入部嘛 那必要是有收人民币也可以啊 变成这个状况 那其他国家买 中国大陆也要 因为中国大陆是最大的能源进口国 刚好跟俄罗斯有4000公里的边界 刚好过来 好 这一节我们要来关心 乌克兰国会在11号通过了一项 军事动员法案 删除允许作战超过36个月的士兵 返家的这个条款 那法案呢 还把加强对于逃兵的惩罚 制定了新的征兵程序 而且呢我们要再来看到的是 与此同时俄军呢 再度对乌克兰各地的能源设施 是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 至少我们看到是有20万人 他们被迫断电 这让已经深陷困境的能源系统 现在面临到的就是更庞大的压力 那我们来看到普丁他的态度了 普丁说这是让乌克兰 非军事化的一部分手段 那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他就指责西方国家说 你们对我们乌克兰 现在要加强防空系统的这个需求 怎么好像都是视而不见 那乌克兰军队呢 这几个月来在战场上苦撑 急需的这些军员 现在却又在美国的国会受阻 人力跟弹药都是严重的短缺 这些呢是不是都是削减乌军 战力的背后原因呢 周老师 这个其实就是泽伦斯基的说法 那因为这个援助法案呢 在参议院通过以后 众议院一直卡着 没有进行这个处理 那所以拜登政府一再的呼吁 国会能够尽速处理 现在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情况 就是说虽然 泽伦斯基是认为说 如果各国不援助他 他就会这个没有办法持续 但当然乌克兰本身 也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要克服 比如像说扩大征兵的范围啦 或者是有更多的乌克兰人 能够回到乌克兰 去支持自己的国家 不过美国的确也认识到 这个援助的关键 或者说美国也希望能够 乌克兰能够认识到说呢 除了美国的援助之外呢 还需要有乌克兰自己的这个努力 那现在其实你看好 最近一段这几个月 美国有公布说 他到底援助乌克兰多少钱 过去这两年以来 他援助了大概有740亿左右的美金 那这里头包括460亿的军事援助 那德国也说 他也公布了他的援助金额 英国甚至瑞典 一些国家都陆续公布了 他们到底援助多少钱 那所以这个里头当然就是 也就展示 像世界展示 也像乌克兰展示说 我们西方国家 已经给乌克兰这么多的援助 那当然乌克兰其实也有 他自己必须要承担的部分 那我觉得最新一个 比较有趣的发展是什么呢 就是说西方国家 当然认识到说 还是要持续援助乌克兰 所以最近这个英国的外长 就是卡麦隆 他访问美国的时候 他先去了川普的这个海湖庄园 跟川普谈 然后才到了这个华府 去跟这个布林肯见面 而他跟川普谈 很多人就认为说 他其实就是要说服川普 去游说他的众议院的议长 强生 能够通过这个援助法案 因为事实上 卡麦隆到了华盛顿 华府之后 他也会跟美国国会议员来会谈 也是要敦促他们通过这个援助法案 所以我觉得 美国以及这个英国也好 或其他欧洲国家 都很清楚认识到说 援助还是非常重要 但是只靠援助也是不行的 不过现在外界也在猜测说 俄罗斯 他既这个莫斯科音乐厅恐攻之后 现在是加大攻击 乌克兰这个电网 然后锁定他们非常关键的 电力网络设施 桑子哥 这背后的用意是什么 不讲 虽然莫斯科的音乐厅 这个恐怖攻击 大家都觉得攻击 很多战争难免发生 可是事实上要知道 这件事情对于俄罗斯来讲 一直没有翻篇 他们现在还在持续 在继续在逮捕相关的人 现在已经超过11个人了 那么不只是恐攻当时的4个人 所以事实上俄罗斯 包括我看到最近的 从俄罗斯跟中国大陆方面的消息 你看到他们慢慢把 背后整个这个恐怖攻击 究竟怎么策划的 掌握情报纪容轮廓 越来越清晰 那么至少就俄罗斯的说法是 越来越清晰 这一切根本就是指向 后面背后是乌克兰 所以在这样子的态度之下 我想再加上乌克兰 这阵子前阵子也攻击了 俄罗斯的第三大的炼油厂 这还使得整个全世界的油价 在当天跟后之后几天 还维持波动 所以在这样子的挑衅之下 我觉得你可以看到 最近其实俄罗斯的攻击 真的越来越狠 我们看到的这一次攻击 乌克兰的电网 不只电网 还有火力发电厂 所以这个部分的攻击 真正的影响大的 电网当然是整个影响性 它直接攻击三个地区 包括基辅在内 可以说这一家 乌克兰的这家电力公司 所有的最主要的 包括发电厂跟电网 已经百分之百全部被破坏了 要知道其实对于基辅的电网 因为对影响在那边的 包括居住的民众跟难民 非常非常深 你没有电 所以事实上在去年 前年部分的攻击 一度已经对于基辅 很大影响 但是他们慢慢修复 结果这一波基本上 又重新再摧毁 摧毁到谷底 那么这次摧毁的 我们来看真的很惊人 5G方面也许 当然效果也可以再补充 他这次大概做了82枚的 整体的部分的飞弹跟五人机 而且还包括了6枚的 匕首的极音速飞弹 那么其他的飞弹 有些被拦截 极音速飞弹这6枚 完全没有被拦截 也主要是这6枚极音速一半 对这些电网跟 包括火力发尽 造成致命性的打击 所以你看 打一场仗 当你现在在攻击的时候 我们看你用什么样的武器 花多少钱 你就知道俄罗斯这一次是 真的非常非常火大 因为现在刚刚讲 他怀疑莫斯和恐攻 虽然包括ISIS 是认为宣布是他们的 但他们追溯起来 付钱等等这个做法 怎么可能会是你过去ISIS 所以这里头背后 乌克兰可能性是非常高 现在开始我们都知道 已经有20%的乌克兰土地 已经被俄罗斯攻下来的 拿在手上 所以后面的和平谈判 随着现在的这种战情 双方都出很招 都打击你能源发电 这种最根本性的设施 看起来很难善良 那现在大家也很关心的 就是美国现在这边的动态 我们透过图卡弹令来看到 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卡沃里 他在10号的时候 就向国会警告 说如果美国不能批准 后续对于乌克兰的 这些军援的话 那俄国是几周之内 将会享有炮弹数量 是10比1的绝对优势 那俄乌战争 现在就已经到了 很关键性的时刻 英国方面我们来看到 根据英国国防部的研判 俄国一个月 能够向前线补充 3万的官兵 那军工产能 现在已经到达了 开启一天24小时 是不会间断的模式 大量生产 从战车 无人机 还有到导引炸弹 这种各种的装备 那我们再来看到 美国副国务卿 康贝尔他也指出 俄罗斯在对乌克兰 开战以来 虽然是蒙受到 很严重的损失 目前已经完全恢复元气 这显然很明显的是 跟之前部分 北约盟国 他们原先评估说 俄军要至少花5到7年 才可以完整的预估 这样子 其实落差是非常大的 好 我们就要来看到了 照一个帮我们分析一下 为何俄罗斯现在 兵力重整的速度 真的是超乎预期 它背后有什么样的助力 第一如果说你 兵力能够恢复得快 其实很大原因 就是在于你的人口基数 不可否认的俄罗斯人 就是比乌克兰人多很多 那既然多很多 虽然说两个国家 都因为二战时期 男性大量的战死 而长期忍受 就是说人口成长的速度 有限的这样一个问题 但是不可否认你 乌克兰人毕竟就是 比俄罗斯人少很多 虽然说从各种情报显示 俄罗斯方是属于工方 工方他在前面两年的攻击 行动之中 的确丧失了 当初原先俄罗斯 自己所建立了 这样一个专业部队 也就是全制约翼的部队 损失的相当严重 但是俄罗斯人在这两年的战斗中 学习的也的确非常快 而且其实大家真的也不要忽略一件事 俄罗斯人对战争的这样的忍耐度 也就是说如果说今天他觉得 他的祖国被外邦欺负或被敌人欺负 他们所激起的这种民族意识 其实也不是一般的这种西方民族国家 所能够想象的 最明显的例子 我常举一个例子 就1920年出生的苏联艺男 职中只有10%活到1945年的5月9号 也就是这种 1920年出生这些小孩子 男生有90%都在德苏战场上都损失掉 当然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你看俄罗斯人对于战争的态度 跟想法跟西方人是完全不同的 另外其实在另外一方面 就是俄罗斯的兵工或是军工 恢复生产的速度 从原先的可能 因为最早俄罗斯 普丁他所宣称的是一场 所谓的特殊军事行动 他也不是宣战 也就是说他必须要 感觉让对内感觉 我们现在还是跟平常一样 跟正常情况一样 所以他的这种包含像兵工厂等等 并没有完全恢复到战时状态 现在他开始进入到战时状态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以向俄乌冲突前线的特征来看 他其实已经不再是 甚至于二战时的这种机动战 恢复到一战时的那种壕沟战 甚至于你说双方的部队 要开始对对方的阵地挺进的时候 一开始你就要先用炮弹去洗地 你要炮弹一边洗地 然后后面一边 跟着炮弹前面弹幕 往前面前进 这个时候你的炮弹耗损量 会非常非常的可观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说 我们今天看到这几个 最近俄乌冲突中 基站的这些城市 你现在看到空拍的影像 所有的防射 全部都只剩下断圆残壁 原因就在这攻击前 攻击那个攻击前 这个俄罗斯人先用炮弹洗地过去 乌克兰反地 反击也希望用这个炮弹洗地 来这个收复一些领土 但是俄罗斯那个炮弹比 乌克兰的炮弹多了非常多 而且俄罗斯还从北韩的这个地方 拿到非常多的这样的炮弹 因为西方的炮弹补不尽好 乌克兰为什么 因为大家的口径不一样 那个乌克兰用的火炮 还是二系的火炮 它的这个大型的火力 支援火炮是152公里的 但是西欧的是155公里 那这个155公里的炮弹 就是塞不进行152公里的炮弹 炮管里面嘛 那但是北韩他所生产的 大量152公里的弹药 却可以供应给俄罗斯使用 虽然说有人说这个品质不佳等等 甚至包含这个射程不够啦 火药爆量也不足 但是至少增加了这个数量 那这个时候呢 对于这个乌克兰来讲 他就必须要面对一个 冰墙那个马族 然后甚至于就是装备齐全的 俄军的地面部队 那这时候他打起来 其实可以说是非常痛苦的 是好 我们接下来还要来看到的是 包括了您在我们图卡当中的 右下方我们来看到的是 瑞士预定呢 6月中旬要为乌克兰主办一场 多达有100个国家与会的 高层级的和平会议 但是说俄罗斯是不会出席 但是现在克里姆林宫 在洗号的时候就表示说 这除非呢是有俄罗斯要参加 不过他们认为这一场 和平的会议根本就毫无意义 好这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一向都很中立的 瑞士现在有越来越多 来自欧洲邻国的这些压力 那6月主办的 刚刚提到的这一场 乌克兰和平峰会 没有俄方的参与 周老师您看大家说 会不会只是轮于走场 过场这样子 的确有这样子的一个担心 不过现在瑞士的说法是这样 就是说这将是一系列的 一个对话 那这一次会议只是第一次 那基本上来讲 我们看到就是说 最初的时候是乌克兰反对 让俄罗斯参与 那后来是瑞士跟中国大陆 共同努力希望说服俄罗斯参与 但俄罗斯开了两个条件 一个条件就是说 西方国家要停止 对乌克兰军事援助 第二个条件就是 泽伦斯基必要撤回他过去提出的一个条件 就是说只要普丁在任 他就不愿意和谈 那其实这一段时间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就是俄罗斯媒体跟中国大陆媒体 都曾经报道过说 泽伦斯基改变了他对于谈判的一个立场 就是说不必要一定要让俄罗斯 不必要求俄罗斯一定要全部撤离 乌克兰所有的这个领土 但是后来乌克兰方言没有去证实这个消息 所以这个消息就变成只是一个各说各话 但我觉得这已经反映出来 就是说泽伦斯基目前为止 不愿意有丝毫松口让步的迹象 这个也使得就是双方的这个会谈 蒙上了一片阴影 因此这个会谈到底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成果 我觉得现在当然是很值得怀疑 目前大概已经定了这个时间 就是在6月的15、16号 那这个时间如果是在这个 如果到时候就是说欧洲国家 看到俄罗斯不断的这个进攻的话 我觉得当然泽伦斯基会面临很大的压力 是 谢谢专家们的解析 我们休息一下 稍回来 这一节来关心俄罗斯国防部 三日突然间表示 莫斯科音乐亭恐攻事件造成至少144个人丧生 而且俄方持续宣称犯案者和乌克兰有关系 开出了条件 要求乌克兰当局要立刻的 画面上我们来看到 立刻的要来逮捕还有引渡乌国的这一位安全局的特勤局长 这一位叫做瓦西里 玛丽 乌克等人 这一场恐攻我们可以看到让普丁根本就颜面尽失 他要持续的加大攻击乌克兰的力道 最新来看到他们在俄罗斯的方面签署了法令 要在春季再征召15万所有18岁以上俄罗斯的男性公民得全部服役 并且要接受训练 再来我们可以观察到现在加入俄国武装部队的人数 一直在持续的上升当中已经明显增加了 统计从今年初以来是已经有超过10万人和军方签约入伍 而且光是过去10天就多达了16000多人 另外一头我们来看到乌克兰同样在扩大征兵 这边说的部分是说要在征召50万人一起加入部队当中 两边都在征兵 难道我们接下来要看到再为下一场大战来做准备吗 今天我们来一次做解读 虽然基辅一再强调自己不是恐攻的凶手 美国也称俄方的说法毫无根据 但是我们看到俄罗斯持续的加码攻击乌克兰 来请教张老师怎么看俄罗斯是希望 到底要达到什么样子的目的 一直到目前为止莫斯科还是宣称 他握有相当的证据认定是乌克兰的涉案 乌克兰在背后就是贯穿所有的策划 然后请了代理人来执行这个事情 那他现在刻意不理去这个ISISK 这个霍罗三省这个恐怖分子 这伊斯兰国他决定不要去理他 而且即使ISISK不断的讲 就是我干的 他也完全相应不理 不承认 对他认为他假如说今天这个去回应他 是拉抬他的身价 而且造成无谓的纠缠 历生枝节 其实就俄罗斯而言他到处树敌 这个可能对他发生恐怖攻击的很多 但是他希望现在专注 就是在针对的乌克兰 希望把这个事情解决 至于您刚刚所提到的 这个有关的征兵的问题 俄罗斯最主要是 征免的人员要去补充到很多其他的 因为俄罗斯还有其他的武装力量 完全跟这个战事就是没有涉入 他需要释出某些的 这个能够去参与恶务冲突的能力 他不是直接征兵了入伍 就投入到战场 他是去取代某些常规化的部队 那也有些去签的签约的 这是志愿参加 那也要是经过训练 所以讲起来就是就目前而言 就是莫斯科这边手上具有的本钱 远高于基辅 基辅的征兵几乎是征了兵 没有经过什么完整的训练 就要去投入战场 所以两相比较 两边都在征兵 但是他真正去进行的过程 是天差地别 好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战力上面 老师刚刚帮我们特别提到 就是天差地别 俄罗斯对上乌克兰 同样都在征兵 乌克兰的方面是50万人 那我们等一下请尤佑老师来帮我们看到 这代表乌克兰正在为俄军的攻势做准备 在乌克兰它现在战力到底是如何 我们先来看到刚刚提到这个乌克兰的总统 泽伦斯基他签署了这个最新的法案 是将最低的 他说征兵年龄 我们画面上看到 由现行27岁 现在还要再再下修 修到了25岁 那这也是他去年12月 其实就提出了 说军方向他提议的 说要遭50万人加入在部队当中 BBC说俄罗斯将会在今年春夏发动 新一波的攻势 乌克兰今年会不会就守不住了呢 优劣势是什么 老师 好 这边我们其实可以先去看到的 就是说乌克兰它一直长期以来 说经常碰到的问题是所谓的兵力不足 但是现在除了兵力不足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部队的素质问题 就像双方其实现在都在整兵 可是对于刚才我们张静老师有提到的 俄罗斯这一边它补充来的这些兵员 是可以去做调派的 等于说它可以把原本这些熟练于战场 或已经受过相当长一段时间训练的老手 把它从其他战区调到乌克兰这个前线来 那这些补充兵是去补充那一些 去调到这些不是那么激战区的一个地方 可是对于乌克兰来讲 它现在就只有一个战场 等于说它训练 它招募了这些新兵 招募了这一些可能一些比较年轻的这些士兵 它就要经过一个短暂训练 就要立刻投入战场 是炮灰吗 我不能说是炮灰 但是他们这一些 能不能像之前的一个表现那么好 这个可能是个问号 而且其实现在对乌克兰来讲 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 他今天的这一些 招募过来的人 他要使用的武器 可能有来自 德国提供的什么包式战车 有可能是美制的武器 甚至有法国的武器 当他在接受这么多国家 不同的一个武器指导的时候 他是不是可以立刻上手 那这又会带出另外一个问题 好 如果我今天原本是 使用这德国的包式战车 然后他有一些故障或遭受攻击的时候 我可能人员逃出来战车毁损 那我是不是要赶快去使用其他的武器 可是这时候还有那么多的包式战车吗 还是我必须要把这些人去开一些旧的 可能是T-72以及前俄罗斯留下来的武器 或者是美国提供的武器 那他的训练上面是不是可以立刻上手 这一些训练的一个过程 反而会凸显到乌克兰在可能在之后的防卫上面 会有一些弱点出现 那当然就目前来看的话 俄罗斯可能有可能接下来我们今天讲4月了 4月通常是泥泞的时候 在泥泞的时候一般来说比较不会发动攻击 有可能会是在5月底6月的时候 夏季那时候会发动一些攻击 那夏季的这一波攻击 俄军的攻击对乌军来说它能不能去挡住 过去我们来讲乌军它比较擅长的反而是防御型的作战 可是现在如果说在一个经过这段时间的修整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在去年的一个 在去年冬季到今年春季几次的一个攻击 其实都有重新再夺回到一些地方 那乌克兰能不能去守住 这可能就会去关系到接下来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好 俄乌战争如果接下来真的会继续打的话 最可能发生的时机点 就会在夏季的5 6月就会展开攻击 但是这个战争如果继续打 到底会打到什么时候 会出现一些谈判的曙光了吗 我们现在稍稍看到一些消息 我们来看到的是在4月3号这一天 俄罗斯的国防部长绍伊古 他罕见的和法国的国防部长勒克努通上电话 特别警告法国说 你这个时候不要再向乌克兰派兵了 他更表示说俄罗斯现在正在准备要准备参与会谈 结束俄乌之间的战事 这一通电话是两国防长在近一年半以来 首次的通上了电话 特别请教卓老师怎么看 其实法国之前扬言说不排除派兵到西方国家去 派兵到乌克兰去 对此俄罗斯他扬言接下来有可能会开战 那萧伊古现在又说可能要和谈到底真正的战略的详定是什么 好首先我们看这个背景是怎么样呢 背景就是之前马克宏曾经有表达过说希望能够在今年8月巴黎奥运的时候呢 这个俄乌双方能够有一个停战 哪怕是短暂的停战的其实都是好事 那么在这个之后他也又提出来 他也提出来说不排除派部队到乌克兰去 而且他不愿意改变他的说法 所以这个当然引起了各方的一个关注 那么这一次这个萧伊古跟这个法国国防部长的这个通话 就俄罗斯国防部长法国防部长通话 这个是从双方在2022年10月以后的第一次 那前一次马克宏跟普丁通电话也是2022年的9月 所以其实还有蛮有巧合性的 就是说的确都是在经过一年半之后 双方重新的恢复了 重新出现了这种高层的直接的对话 但这一次的对话非常有趣的是什么 他几乎变成了一个罗生门 因为俄罗斯表示说呢 他在这个会谈中提到了俄罗斯对于和谈的看法 包括说你这个瑞士推动这个和谈不能够没有俄罗斯 包括说俄罗斯的主张还是像在2022年3月 在土耳其谈判的那个时候的立场 就是说乌克兰要必须是中立不能加入北约等等 可是呢法国说什么呢 法国说这场会谈主要是为了讨论这个反恐 因为俄罗斯是被恐怖主义攻击 所以说双方主要会谈是怎么样去避免这个 防止恐怖主义的这个扩散 然后法国说他完全没有跟俄罗斯谈乌克兰的事情 这个是非常令人觉得好奇的 怎么可能呢 但是法国居然是这样说 而且法国还进一步又说了 说法国政府了就是进一步说 那么如果呢 这个找到有俄罗斯人刻意散播假消息的话 欧盟应该要加以这个制裁 所以你看态度调子拉得非常高 那当然你也可以想象就是说 那可能就是说也可能就是对于法国以及他的盟国来说 对整个欧盟来说呢 现在此时此刻在乌克兰没有表态的情况下去讨跟俄罗斯谈这个和谈 可能是会破坏欧盟国家之间 以及欧盟跟乌克兰之间的一个团结 先来看到这个最近发生的事情 这个是来自于星期日的论坛报的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宏已经指示准备一项新的援助计划 好 这当中包括了数百辆VAB前线运兵车 画面上我们看到还有艾斯特三菱导弹 射程的部分是120公里 可以拦截战机无人机巡航导弹 好 我们来看到法国的国防部长说呢 乌克兰军队需要防守一条非常长的战线 这需要装甲车辆 对于部队的机动性来说 他说是至关重要的 同时这也是他说这是乌克兰的请求 我们来特别请教尹优老师这个导弹 刚刚提到这个艾斯特三菱导弹 它的特性 那能够结合乌军目前的战术吗 我们要先了解到的是这个 阿斯特这一款的一个防空的飞弹 它是防空用反飞弹系统用 它并不是就长城打击 那可是为什么他这时候要提供 这一种防空型的飞弹 或者是反党反飞弹的一个系统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俄罗斯这一段时间 他其实他已经不会再用一种 我们讲的大军长驱植入 或者是说这种空中攻击的方式 他比较常会使用的是一种 长城的飞弹来去蹲击 乌军的装甲部队也好 或者是他的一些弹药 或者是他的后勤补给的集结点 等于说他是用一个长城攻击的方式 所以其实对于现在的乌军来说的话 他是要能够去防御他的空中 那也有可能在接下来春夏的攻势的话 这一次俄军在攻击的时候 他除了之前的地面部队之外 也会结合他的空中优势 所以我们可以去想见的是 这一次俄罗斯的一个攻击 可能就是一个我们过去讲的大众生作战 或者是结合了一个空地议题的方式 来去攻击乌克兰 所以对乌克兰来讲的话 他现在要的武器 除了这种可以快出一种运兵车 可以去这样跟他去做 地人政治 内中之间 战略价值 强权崛起 小国生存 现在与未来 动心事件走向 掌握世界脉动 全球观点 尽在环球大战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